小半日后,毛球飞到了百里。 传说中,这里到处都是瘴气毒虫,凶情恶兽,物产十分贫瘠,出名的东西就两样,第一是吃油,第二是古树,都恶名昭著。 一路上,香柳把当年来这边游历的所见所知都讲述了一遍。 小妖是第一次来,可因为她的讲述,还有二十娘青蹄到过百里的回忆,感觉上很熟悉。 吃油寨,白祭台,桃花灵,绿竹楼,她甚至知道绿竹楼上悬挂的是壁罗帘子,像柳驱侧毛球,向着吃油寨飞去。 小妖一眼就看到了白色的祭台,不是说它多么宏伟,而是因为整个寨子里都是小巧简朴的竹楼, 唯有这个祭台是用白色的大石块砌成。 小妖月下坐骑,打亮着熟悉又陌生的祭台。 古朴的祭台透着岁月的沧桑,四周悬挂着白色的寿鼓作的风铃,发出叮叮当当的悦耳声音。 娘亲说,许多许多年前,她和红衣叔叔都曾在这里听过。 几个巫师走了过来,借被警惕地看着小妖和香柳。 一个年纪略大的巫师用生硬的中原话说,这里不欢迎外客。 小妖用生硬的酒梨话说,我的,一个叔叔是酒梨人。 几个巫师的表情缓和了许多,可也许是被欺辱得太多了,依旧很戒备。 刚才问话的巫师用酒梨话问,你叔叔在哪里? 她,死了。 我常听我娘念叨她,就想过来她的故乡看看。 巫师们眼中是深沉的哀伤。 因为酒梨是贱名,男子生而为奴,女子生而为婢,每隔二三十年, 酒梨的少年和少女就会被送出山去做奴隶。 他们中的大部分都一去再无消息,永远回不了家。 巫师问,你叔叔是哪个寨子的人? 你手里可有她的骨灰。 我们可为她吟唱隐魂歌,你把她的骨灰撒在她的寨子周围,她就能回到家。 她就是吃油寨的,她尸骨无存,没有骨灰。 我想,小妖四处眺望了一下,指着祭台东南面山坡上的桃铃, 说道,她和我娘曾经住过那里。 几个巫师悚然变色,刚要驱策蛊虫攻击小妖,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鹤道,助手。 巫王。 巫师们恭敬地后退。 巫王走到祭台,细细打量小妖,姑娘确定你娘曾住在那里。 嗯。 我娘说,叔叔的竹楼距离祭台不远, 在一片桃花林中,这附近只有那个山坡上有桃花林。 巫王迎唱出了一长串鼓咒, 苍老的声音一扬顿挫,就好似吟唱着一首古老的歌谣。 小妖背诵过,只是从不知道可以这样吟唱。 她随着巫王一起吟唱起来。 巫王眼中泪光浮动, 她身后的几个巫师都惊骇敬畏地看着小妖。 这首古咒歌是久离最杰出的巫王所作, 能完全吟唱完的只有历代巫王。 他们跪在了小妖面前,又是激动又是敬畏。 她一边叩拜,一边用乌语对小妖说着什么。 小妖小时,娘亲教过她久离的乌语, 所以她能看懂巫王留下的东西, 可她毕竟没有在久离生活过, 不怎么会说,听也只是勉勉强强。 小妖连听带猜,总算明白了, 那几个巫师把她当作了巫王。 小妖和香柳在巫王的带领下,向着桃陵行去。 巫王游一说,姑娘,你可知道那个山坡是九离族的圣地, 那里供奉着吃油, 千年间只有吃油和她的妻子西陵巫女在那里住过。 小妖的脚不停住,心跳也跟着停了一拍。 她双手紧紧握拳, 感觉从头到脚被人泼了一盆冰水, 浇了个头新凉。 原来,在这里,母亲的身份是红衣叔叔的妻子, 怪不得娘亲要主动和离, 怪不得那时候外爷要拿剑杀了娘, 怪不得娘会轻推着她到那红衣叔叔的怀里, 让她叫她爹爹。 既然做了吃油的妻子, 为什么又要嫁给父王? 那父王算什么? 自己又算什么? 小妖有些害怕,不知不觉地, 出了一身透汗。 过了好一会儿,才继续向着山坡走去, 漆冷道,现在知道了。 姑娘如何称呼? 我,不知道, 我应该叫什么名字, 几百年来, 这是小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认识到, 高兴九瑶这个名字, 从今往后都不再适合她了, 那自此之后, 她应该姓石名谁? 她只觉得, 自己整个人都在向下坠落。 乌王醋眉, 不解地看着她, 这位姑娘, 有着倔强而迷茫的眼神, 和一团浓浓重重的忧郁。 她的眼睛和画像里的吃油, 一模一样。 香柳拉住她的手, 将她的小拳头, 包裹在自己的手掌里, 对乌王说, 她娘亲叫她小妖, 她娘是西林衡。 因为山高路险, 九离族和外面的消息不通, 并不知道外在的事, 而且当初轩辕波画名西林衡。 所以全族人都不知道, 他们敬爱的吃油之妻, 西林巫女嫁给了高兴少号。 此时, 乌王格外激动, 看着小妖和香柳的身影, 引入桃林后, 下令道, 传召所有巫师, 准备大祭祀。 来之前, 小妖曾以为, 桃花林内的绿竹楼, 应该已经很破旧, 甚至倒塌了, 可没有想到, 绿竹楼完好无损。 四周的毛竹篱笆, 修气得整整齐齐, 绕着篱笆, 开满了各色鲜花, 蔷薇, 牵牛, 勺药, 玉兰, 紫茉莉, 井台旁放着两只木桶, 咕噜半旋, 就好似主人随时会回来, 打上一桶水。 小妖停在竹楼门口, 慢慢地, 慢慢地把呼吸放缓, 好像有什么东西, 钻进了她的心里, 胸口一阵, 紧似一阵疼, 疼得尖锐。 都到这了, 不进去看看。 香柳看着她, 轻声问, 她的手没有松开过她, 仿佛在无声地 给予她一些力量和勇气。 小妖轻轻地拍了胸口, 轻轻推开门, 走了进去, 只是步子有些飘。 正厅内有相暗蒲团, 墙上悬挂着一幅 吃油的木雕画像, 她一身红袍, 脚踩大棚, 傲笑九天。 小妖将自己的行囊 放在香岸上, 仰头看了好一会儿画像, 我和她的眼睛 是一模一样的。 香柳抬头看吃油的画像, 想起义父有次开玩笑说, 就算吃油自己生, 估计都生不出像小妖这般, 同她眼睛如出一辙的女儿来。 她跪下磕了三个头, 上了三炷香。 我小时候见过吃油, 我叫她红衣叔叔, 可娘让我叫她爹爹, 我那时候只觉得莫名其妙, 现在想来, 娘其实是想告诉我一些什么的, 只可惜, 我那时骄纵, 发脾气跑了。 小妖摸了摸, 又接着说, 从我恢复真容的那一刻起, 我就知道, 我和她的眼睛一模一样。 我猜, 祝颜花大概是我母亲封入我体内的, 隐藏我真正的容貌, 是为了让我看上去更像父王忽然一阵的心酸, 顶到鼻尖来, 让她说不出话来。 所有人都知道, 男生下她, 就陷入昏睡, 她是父王一手带大的孩子, 可现在, 自己已经没资格再称呼她为父王或是爹爹了。 但是她仍然不想称她为高薪王, 太陌生了, 也太残忍了。 香柳坐到她身旁, 叹道, 看样子, 你真的是吃油大将军的女公子。 小妖埋下头, 不作声。 突然换了个父亲, 还是个臭名满天下的恶魔, 的确难以接受。 小妖的声音悠悠地响起, 在轩辕皇帝和神农吃油的大决战中, 娘战死。 娘在领兵出征前, 把我寄养在玉山王母身边, 我想回家, 可我等了一年又一年, 父王一直没有来接我回家。 那时的我很不懂事, 因为王母不喜欢说话, 从不笑, 每天都严厉地督促我练功, 我十分憎恶她。 有一次, 父王派遣侍女去给我送礼物, 我就藏在侍女的车子底下, 随着车子, 悄悄下了玉山。 本来我是打算跟随侍女回到五神山, 吓父王一大跳, 我想亲口问父王, 为什么不接我回家, 我还想让他亲口告诉我娘没有死。 在路上, 两个侍女窃窃私语, 议论着我。 他们说了很多娘和我的坏话, 说我是娘和别的男人生的孽种, 嘲笑我不知好歹, 竟然还闹着要回五神山, 说父王勇不会接我回去, 没有杀死我, 已经是大发仁慈。 那时我才知道, 我娘竟然自修于父王, 她已不再是父王的妻子。 她的呼吸声变得沉重, 香柳可以想象到, 为了避长者会, 她说出的话, 肯定只是侍女说过的一小部分, 难以想象, 当年幼小的小妖躲在车底下, 听到这一切时, 该是多么的惊骇绝望。 小妖说, 我记不得当时是怎么想的, 伤心, 失望, 愤怒, 不相信, 恨我娘, 恨父王, 反正我脑袋晕晨晨的。 趁着侍女休息时, 我悄悄离开了, 我也不知道想去哪里, 只是觉得我不能再回五神山了。 可那是我唯一的家, 我不知道该去哪里。 我向着冀州的方向走去, 因为听说我娘就站死在冀州, 我不知道我想做什么, 只是晕晕沉沉的走着。 小时候的我, 大概长得还算可爱, 一路上的人看到我都会给我吃的, 他们给我什么, 我就吃什么。 有个伯伯请我坐车, 他说会带我去冀州, 我就坐了。 他带我去了他的山庄, 一直对我很好, 给我讲故事, 很耐心地逗我笑, 那时我觉得, 反正父王不要我了, 我找他做我爹也是很好的。 有一天, 他对我动手动脚, 还脱我衣服, 我虽然不明白, 可王母曾说过女孩子的衣服不能随便脱, 我不乐意, 想推开他, 他打了我, 我失手杀了他。 那时, 我才, 小妖抬起手, 比划了一个人足八岁女孩的高度, 大概这么高。 原来一个人可以有那么多血, 我的衣服都被他的血浸透了。 他做了他, 为什么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